现在介绍八卦掌第二掌 主要理解全理 我们这个第一个夜底藏花 注意凝果 这个凝果啊 就是形成一个利点 凝果出一条线 这个意念和身体 非常重要的理解 直线抛件闭门推月 现在夜底藏花 猛虎出霞 这个猛虎出霞也是要凝果 通过凝果以后才能形成一个直线 荆棘萨绑 凝果 脑后灾亏 今天重点的是理解 无数的核心啊 凝果之力 抛件推月 猛虎出霞 凝果出来以后才能形成一个利点 才能形成一个 大家好 老师从业中医难科三十余年 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 通过中药条理 重回男性雄风 如果你也存在 房市时间短 勃起无力 硬度差 中途疲软 甚至 前列腺炎等问题 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 574 993 200 纯中药 一人一方 至根至本 帮助你持续坚挺二十至四十分钟 补身壮阳 年时祝国 彻底告别 快难软难 记住微信 574 993 200 产生一个利点 一年要形成一个点 它 把我们身体的这个 利点就产生了 这个利点它自然而然就有 这个穿掌 所以不要不看到表面现象 我们下面这个 金吉萨绑是翻翻摔 它也是凝过了以后才才有翻呀 如果不拧的话就翻不了 那这里面的妙用就是说 非常的科学 这就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华之所在 你看它一凝过上到上下 翻飞呀 就像我们说的游龙 龙就是能上下翻飞 注意看这些细节要练到 心里面要练明白 怎么样子凝过 钻翻 凝过钻翻四个字 就在这里面 练习 如果拧了它才能翻 不拧它翻不了 理解深刻 因为这个身体就像一个绳子一样 把它拧成一股神 它才能形成 你看我们如果说在实际运用当中 能适应这种快速度 能适应 才能使用 不适应的话是不能使用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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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